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家常菜和家常的汤水 今天我会做一个煎薯仔饼 买了薯仔,洋葱 现在流感很流行,吃洋葱可以增强抵抗力 加些虾米腊肠,比较甘香,还有些葱 把薯仔的表皮清洗干净,刨皮 切开一块块 烧滚一下水,把薯仔放进去蒸 煎大约15分钟左右,煎至薯仔淋就可以了 现在煎大约15分钟左右 用一块纸在厚的处处锁一锁 锁一锁,锁一锁,锁一锁就会淋 把薯仔压热成薯蓉 虾米加些水,浸洗干净 把虾米清洗干净 它有些有沙的 好像这些 把水清洗干净 洋葱切粒 如果切洋葱流眼水,可以用水浸去 它就会好些了 纳长将它切粒 现在将材料爆熟 加少许油 炒香腊肉 放洋葱 将它炒香 加入虾米 将材料炒香 将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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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草莓 将草莓 现在烧热锅加少许油 把薯饼放入煎 慢慢煎煎至两面金黄香脆就可以了 煎至两面金黄香脆就可以上碟了 这个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煎薯仔饼 喜欢的可以试一下 再见